哈囉大家好 我是很愛鼓吹各位去商解雷的阿Ben 歡迎收看本頻道 很開心見到各位 身為遊戲人 標誌遊戲是 史上最爛的Helo在推出後過了兩年 仍然是一坨屎 343還在那邊自嗨這遊戲超過3000人玩過 我看他們把那種進去主畫面卻連玩都沒玩過的也算進去了 相比同樣是免費且已經推出4年的Apex英雄 這狗屁遊戲的在線人數真的是可笑 再加上那可悲的NAR系統 熟人都有夠久 反正在我開始抱怨前 麻煩各位訂閱本頻道加打開小鈴鐺 以及幫我看廣告 這樣我才有錢偷偷背著女友去商解雷 非常感謝 缺乏內容的無限從最開始的半年儀賽季 到現在進不成3個月一季 有玩人數也只有增加一點點 沒有明顯起色 再來 因為時差的關係 亞洲區晚上的時段很難受到人 實定顯示一兩千人左右 這對下班放學後只想好好玩的人來說 真的會收到心累 尤其休閒模式還有NAR在搞 類似決勝時刻的SBNM 會幫玩家搜尋實力差不多的對手 因此高技術的人很難收到場 我跟一些還有在玩分game的朋友就是這樣 手機滑著滑著 片子都看完了 嘴炮都打完了 還是沒收到人 付費的決勝時刻 戰地風雲2012就不會這樣 這代表免費的無限沒什麼可以吸引人的特點 不過跟一些組團的大陸人玩就是秒收 但他們使用特殊方法才能這麼快 不然正常收哪能這樣 挑戰現在變簡單了 沒有像以前那麼急發 但仍然得看運氣 不一定能一場就解完 在對一天只能玩一場的人來說 其實很麻煩 比如贏一場 如果那天敵人很強或隊友很弱 挑戰就會卡住 或是用手榴彈殺死三名敵人 又不是說敵人會傻傻站在那邊給你炸 也不一定能順利拿到電漿或刺針手榴彈 四關掌合集的挑戰就比較親民一些 而且還有戰役的挑戰還可以玩 沒記錯的話 這季開始把挑戰切換從通行證儀儲 改成只能用課金 呵呵 343沒本事做內容 倒是商業頭腦都很快 很想要榨乾玩家的錢包 有些挑戰就很急車 或是想要換成簡單一點的 好讓自己輕鬆點 不要讓血壓那麼高 如果已經用完挑戰切換的玩家來說 現在偏偏得花錢才能讓自己好過一點 白眼肯定翻過去 拜託 學學APEX英雄一下好嗎 每天都能免費換一個挑戰 想再換就用遊戲內貨幣 這不是很簡單的事嗎 第四季的時候 新增直以來系統 這麼晚才加 可憐 讓玩家除了通行證之外 還有可以奮鬥的目標 可是通行證都有雙倍經驗值了 為什麼直以來系統卻沒有 舊的五代都有了 新一代無限卻做不出來嗎 再來 除了通行證跟職業還可以升等之外 就沒有其他項目了 讓玩家沒有什麼事情可做 決勝時刻有槍的塗裝 戰地風雲2012有徽章跟塗裝 APEX英雄也有徽章跟升等的抽包 最後一戰無限的拿出什麼東西跟別人比 比爛最會 在一張封閉地圖放幾個流放者AI 然後一波接著一波打的槍陵彈雨 這麼簡單又輕鬆的東西 卻得等到最近才有 征服了343 不過我覺得槍陵彈雨也不太能救回來 畢竟只有那個模式人多有必用 我想玩的PVP還不是一樣鬧空城 總的來說最後一戰無限即使在換人後做出了許多改變 卻還是一樣待在安寧病房等死 到現在仍然不能在遊戲裡看服役記錄 拔掉賽季的過場動畫 沒有什麼新武器與載具 謊論星座的消息 各位還有在玩這遊戲嗎? 或是已經放棄了呢? 歡迎大家多多留言 讓我知道你的看法 如果想知道無限是怎麼被搞砸的話 也歡迎點擊左邊的影片喔 好了 阿楞 好 厚